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身想走 画楼道 我还有99年零90天才沉睡呢 我可以等你 小燕嘴里小声道 那我也不去破名思 画楼听见了道 我好久没去过南荒了 你带我去走走 滚滚平日里还挺喜欢跟小燕玩的 每次去南荒小燕都带他们山上风玩 他看着进退两难的小燕道 小燕叔叔 你不是说要给我做个大风筝吗 现在就去做 小燕像是得了舍令一样和滚滚 闪闪 阿里几个溜走了 凤九肚子有些饿 叫沐云捡了杏子分给大家吃 帝君看着凤九道 是不是饿了 我去做饭 叶华和白浅一听帝君要去做饭 站了起来准备要走 凌落看了笑道 帝君 帝后今日也累了 我刚好想用杏子做点糕 我去做吧 白浅一听又坐下喝茶 凤九知道帝君还挺喜欢杏子的 对帝君道 回头我给你做点杏子酱吃 帝君看着凤九嘴边有杏子汁 亲了上去道 真甜 凤九小声道 我姑姑还在呢 帝君 你爷爷在 我也亲 凤九 你就爱闹 一边的连颂看见了 悠悠的对承玉道 看来还是得早结婚 年纪大了再结婚容易出问题 他话说完 看承玉盯着他 赶紧又道 你还小 无说东华呢 凤九看了眼画楼怕他一个人无趣 便拉承玉过去陪他聊天 因凤九同谢姑仇是好朋友 一会便和画楼聊得热乎了 凤九觉得画楼和人熟识后不是那么冷冰冰的 后院 几个孩子围着小燕一起做风筝 小燕又活了过来 说话没飞色舞的 闪闪道 你为什么怕你师父 小燕 那你从小要是被师父天天教训 还打 你怕不怕 闪闪道 那我早把他打趴下了 小燕 不过后来他又不打我了 对我又非常好 那就更吓人了 后来老子就跑了 闪闪道 你现在想跑吧 小燕呃了声道 想 滚滚道 你看那是个穿白衣的姐姐在盯着你呢 小燕回头一看 画楼的十个侍女不远不近地看着她 小燕一屁股坐在地上道 老子也有今天 吃饭的时候 大家很自然地把画楼身边的位置留给了小燕 画楼看小燕的目光很是温柔 可小燕就低着头吃饭 小燕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对着帝君道 东华你不是要找五魔剑吗 现在去吧 帝君看着小燕可怜的眼神嘴角一笑道 不磨 小燕终于忍不住了 道臭冰块脸真不够朋友 帝君撇了下嘴也不说话 月色见上 画楼道 我们走吧 小燕无奈地站起身 看着凤九 凤九笑道 回头你带画楼来玩 小燕生气地道 老子以后再也不来破天宫了 幸幸地跟着画楼走了 连颂看着走出去的小燕道 真是一物降一物 看着一边笑的思命道 思命你说对不对 思命笑了声也不回答 今天是四开会议 约定好一家人一起睡的日子 凤九送走姑姑和帝君到了滚滚和闪闪的请殿 滚滚道 还以为夫君忘了约定呢 凤九笑道 你夫君答应了自然会做到 滚滚和闪闪躺在帝君和凤九中间聊天 滚滚道 等小弟弟出来 我们就是六个人了 这床太小了 帝君看了眼凤九笑 道回头做个大的 把十二开都能放上来 太成功风清花香 凤九睡到午时 才懒懒地睁开了眼睛 这些日子越发贪睡 他侧身一看床边已经放了饭 晚上面还放了一枝花 凤九喝了粥出门 院子里他老爹白衣上神正在给闪闪描像 帝君和滚滚在练剑 另一边 他娘亲正活清连善性子 自从临摹有失回饭境后 帝君看着凤九吃不下东西心疼 特意把凤九的爹娘接了过来 帝君怕凤九老爹待不住把他娘亲带走 就说白衣上神的单亲好 有名气叫给闪闪多画几幅 闪闪为了配合帝君整日里 为外公画来画去 很是苦恼帝君看见凤九起来了 收了剑走到凤九身边 亲了下道 睡美人 看着凤九睡乱的头发 又叫木云取了梳子 慢慢地给他梳头发 阳光暖暖地晒着 凤九顺势趴在帝君的腿上撒起娇来 白衣上神闲眼看见了 鼻子一哼道 你娘啊 心法不如你 心法不如你哥哥 整日里懒散 闪闪狡黠地一笑道 可我娘亲友一样很厉害 谁也比不了 白衣上神偷不开道 她能有什么厉害的 闪闪道 她有个最厉害的夫君啊 白衣上神不说话 凤九娘亲听玩笑了 帝君帮凤九叔好头发道 今天要去天尊处议事 可能要晚些时候才回来 又交代了滚滚些事情离开了 日落时分承玉挺着肚子来找凤九 说是帝君和连颂去了碧海苍林 叫他们一起过去 凤九不解道 怎么去了碧海苍林了呢 承玉可能在那边意识了吧 凤九娘亲道 那你梳洗一下 我们也一起过去 凤九总觉得今天大家都有些不正常 一行人到了碧海苍林时 一轮圆月已经升空了 可当他们刚落下云头 月亮却被云彩遮住 碧海苍林一片漆黑 凤九正奇怪道 今日是怎么了 这时滚滚和闪闪上前拉着他的手 突然间就在凤九的脚下繁星闪烁 一条亮晶晶的路在他脚下向前延伸 随着空喉声响起 花雨纷纷落下 零鸟山洞翅膀在前面引路 凤九听出来那是帝君弹奏的空喉 可却没有见到帝君突然前方一幅巨大的花木横在面前 花木上转动的是凤九平日里练剑 逗孩子和做家务的一幅夫单亲 最后一幅是帝君仓静的大字 小白我爱你 凤九一看下面的数字 才想起来今天是他和帝君大婚 一万年的结婚纪念日 花木消失的时候 帝君一洗紫衫 银发飘飞地站在面前 笑咪咪地看着他 滚滚和闪闪把凤九领了过去 对帝君道你夫人来了 帝君看了眼凤九 从衣袖里取出一只 用白金欠了紫余星星的发簪 和一对耳坠给凤九戴上 看了会道真美 凤九很激动 抱住帝君道 我都忘记了 什么都没准备 帝君你和孩子就是最好的礼物 凤九点起脚深情地对帝君道 东华我爱你 亲上了帝君的唇 他亲了好一会才松开帝君 此时月亮钻出了云朵 离海苍林的红叶树上珠光摇曳 凤九一看傻了 帝君的身后全都是人 他爷爷奶奶哲言和小叔全都看着他们 凤九有些害羞 倒是连颂打破了气氛道 恭喜帝君和地后了 帝君在夜色下开了宴席 知道凤九爱热闹 又请了舞鸡和歌鸡唱了几支曲子 众人在树下饮酒很是惬意 少婉歪在一边道 老东华就会哄骗小女娃 哄着小凤九为他生娃 帝君听了 对他 人家没哄骗你 你倒是自己飞了 少婉一听急了道 我真想弄死你 帝君下辈子也没希望 少婉看向墨渊道 你去把他给我灭了 众人一听高兴了 都想看帝君和墨渊打架 可帝君悠悠道 我儿子打你儿子才有意思 少婉一听帝君说要儿子出来打架 气得蹭地站了起来 众人还以为他要和帝君打架 结果他拉起墨渊就回了请殿 帝君看着他走 还不忘补上一句道 你得快点 我一打狐狸呢 凤九打了下 他可是你儿子的师娘 帝君 哦 忘了 夜深了 大家各自回去休息 次日 吃饭时哲言看着凤九道 来看看你怀的是弟弟还是妹妹 滚滚和闪闪一听都跑到了凤九身边 哲言搭了会脉 笑着对帝君道 弟弟和妹妹龙凤开啊 帝君宠溺地摸着凤九的脸道 我们家小白真会怀 一边的连颂听了道 上神你再给我们成语看看 是不是也两个 哲言道 你是不相信我 帝君 他睡觉呢 吃过饭 凤九和帝君回太成功 哎 上神不想去 可几个孩子抢先把凤九娘亲拉跑了 他只好不情愿地跟着回去了 九重天上 自从知道地后怀了龙凤胎 八卦的话题就没离开过太成功 这天闪闪没事 又和一帮孩子瞎逛 逛到湖边想爬树上去玩 就听甲山后一群小仙鹅 在议论帝君的家世 其中的一个小仙鹅道 我看帝君最喜欢能捣乱的小地鸡 另一个道 说不定双胞胎出生了 小地鸡就失宠了呢 那个小仙鹅又道 听说滚滚殿下是在凡事出生的 也没祥瑞还是偷偷生的 所以帝君不喜欢 一早就送到昆仑去了 闪闪一听 一句话都没说 这人便愣地赶了上去 其他的孩子一看怕是要出事儿 赶紧跑到太成功找重灵 重灵道时 小仙鹅快被打晕过去了 重灵道 开他去领阀 日后在妄议帝君和地后 你们就别在九重天呆了 帝君听到消息跟过来 正听见重灵询问的仙鹅事情的经过 帝君的脸色不是很好 一万多年过去了 可是帝君心里一直有件事过不去 每次见到滚滚都觉得内疚 亏欠了他和小白 是静押在心里久了 更不敢面对 闪闪是他守在凤九身边出生的 又有天命在身 所以帝君虽然两个孩子都爱 但和闪闪一起更轻松 连宋看帝君铁青着脸向妙华镜走去 怕有事跟了过去 连宋静静地陪着 帝君在妙华镜前坐了许久 最后像是下了决心 挥手在妙华镜外画了结界 这妙华镜的仙气就是几位真皇来了 也坚持不了几分钟 连宋怕帝君有事忍着头痛 陪在身边 帝君挥手间 妙华镜的时间到回了万年前 凤九生滚滚的那处凡事 凤九在这里经营了家书局 不过卖的都是佛经 生意清冷 凤九没事也会锁了店门街上闲逛 在街上总会买些婴儿玩具 用品带回来 每到夜晚 凤九就会对着肚子悠悠说话 有时会说 他大概结婚了吧 有时又会说 他们或许也有孩子了吧 夜深时 凤九会站在门前 望着太成功的方向站很久 最后总是摸着肚子 道忘了最好 还惦念什么 我有你就好 日子慢慢过去 凤九一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 总会被一些人非议 几个惹事的无赖被凤九的肩修理过后 也不敢再来找麻烦 这天夜里 外面磅礴大雨 凤九的肚子却疼了起来 在凡事找的产婆并不知道 凤九提前要生了 凤九望着外面又不敢用鲜法 他提前看过一些凡事生孩子的书 自己忍着腾烧了水 又找出了剪刀 凤九躺在床上 一阵阵剧痛袭来 凤九使劲而抓着身边的床板 头上不一会就都是汗了 连颂转过身 听着凤九的声音都觉得疼 过了许久 凤九无力地摸着肚子道 滚滚娘太疼了 你早点出来吧 几个时辰过去了 凤九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句地君 听见一声婴儿的啼哭 自己也晕了过去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